奶奶眼皮子底下 四岁女童离奇失踪 爸爸 徘徊在案发现场的神秘女子 行为诡异 令人生疑 我也不知道那个女子干什么的 在嫁我过去 陌生的好友深情 暧昧的微信昵称 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他们这个家庭很和睦的 幼童失踪现场的黑衣女人 她在身边正在讲述 11月6号这天 50岁的张大姐正在焦急地 寻找她的孙女依柔 就在半个小时前 4岁的依柔突然找不见了 我回家 张大姐说 这天中午11点 她带着4岁的孙女一柔 和1岁半的孙子 到邻居家串门 期间她训斥了孙女两句 孙女便和她闹起了小脾气 只身往家跑 虽说孙女熟悉回家的路 但是张大姐还是不放心 紧跟着就出来了 从邻居家回自己家 不行也就三四分钟时间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 孙女就不见了呢 此时张大姐的脑子里 蹦出了无数种可能 淘气的孙女 会不会是去了其他邻居家 或者正在哪个角落贪玩呢 得知张大姐的孙女不见了 热心的邻居们 纷纷出来帮忙 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依旧没有孩子的消息 这时有村民分析 张大姐和孙女分开的时间 也就短短几分钟 按照常理 孩子应该走不远 而那个时间点 恰巧是中午下班时间 过往的人 很有可能会碰到孩子 可事实上 大家沿着孩子出门的方向 来来回回找了数十遍 却没有找到见过孩子的人 这让大家忍不住猜测 孩子会不会遭遇意外了呢 邻居们的猜测 在张大姐看来 这根本站不住脚啊 可张大姐的心里呢 却是不由的胡思乱想起来 年仅四岁的孙女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丢了两个小时了 这么年幼的孩子 独自外出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家人不在身边 她该有多害怕呀 得知了女儿失踪的消息之后啊 张大姐的儿子也记坏了 那会儿我媳妇埋怨 我说埋怨 那咋的呀 张大姐说 儿子儿媳都有工作 平时四岁的孙女 和一岁半的孙子 主要都是她来照顾 尤其是孙女 可以说是她一手带大的 俗话说 生得亲不如养得亲 张大姐觉得 自己对孙女的疼爱 不亚于儿子儿媳 可如今 孙女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丢了 别说儿媳满人 就连她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 不过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尽快把孩子找到 于是张大姐的儿子 赶紧报了警 查找这个就是 小孩走失这个方向 这个监控 还有这个目击症 在监控视频中 民警查找到了 张大姐带着孙女和孙子 外出的轨迹 可是由于张大姐所在的村子 并没有完全覆盖监控 因此警方并没有查找到 张大姐的孙女 从邻居家离开后的轨迹 正在案件毫无头绪的时候 张大姐家的一位亲戚 反映的情况 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就是有个穿黑色羽绒服的女的 就过来打听了 走了后来 她又骑着那个白色的摩托 又过来过去 反正就在附近 就是老是在这转 张大姐的这位亲戚回忆 当时民警和其他村民 都在焦急地帮助他们一家人 寻找孩子 可唯独这个黑衣女子 行为举止却十分诡异 起初 她以为对方 主动打听孩子失踪的事 只是出于好奇 或者好心想帮忙 然而 之后对方 却一直在张大姐家附近徘徊 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这个黑衣女子是谁 她此时出现在这里 想干什么呢 一个神秘的黑衣女人 为何在事发现场 频繁逗留 老是在这儿撞 就开始觉得在这儿干嘛 她究竟是热情的好心人 还是另有身份 你们之间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 我这不是她们 监控里的黑色身影 又会给警方带来怎样的线索 那个时间段 就她一个人 出现在那个现场 又同失踪现场的黑衣女人 她在身边正在讲述 东阳红木工厂清仓会 底价清仓 买红木了 花梨木全房四十件 两室两厅全购齐 只要五万九千八 十一月二十三号到十一月三十号 就来迎则乔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因为放不下 堵在上下雪路上的车流 因为放不下 堵在社区门口的严防死守 因为放不下 堵在家中 行动不变的老人 疏通 疏导 疏解 志愿者们成为不变的通路人 三西广播电视台 联合乡丹青 及爱心工艺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关爱常伴 通向美好 工艺活动 致敬每一个通路人 保障每一位志愿者 身体通畅 为社会带来 更多美好 即日起 至11月30日 莫省防患有便秘困扰的中老年人 到以上药店 报名参与活动 即可免费领取 价值198元的通畅以包一份 咨询电话 4008802755 乡丹青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书筋 借腰丸 专要专治 腰质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经常便秘 认准乡丹青苔科研胶囊 黄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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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 得治 怎么治 抹药 抹药治疗 黄鹤斑开始 斑立净牌 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 国药准字号专利药品 斑立净牌 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黄鹤斑 抹药好的快一些 斑立净牌 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东阳红木工厂 清仓会 底价清仓 买红木了 花梨木全房四十件 两室两厅 全购齐 只要五万九千八 十一月二十三号 到十一月三十号 就来迎则乔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张大姐的亲戚 向警方反映 出现在现场的 这个黑衣女子 邻居们都不认识 黑衣女子的神秘举动 让张大姐的这位 亲戚的心里 是直犯嘀咕 她隐约觉得 这个人主动打听 孩子失踪的事 好像她的目的 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可至于对方 究竟有什么问题 她却不得而知 虽然警方在现场 并没有发现 这个黑衣女子的身影 也没有找到 任何有关她的线索 但是 这个人的形象 却深深地 印在了民警的脑海中 这个人究竟是谁 她的怪异行为 是否另有企图呢 此时距离孩子失踪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为了尽快找到孩子 旅粮市公安局 以及离时分局的刑警们 也迅速地介入了安排 我们抽调所有警力 现场虽然有些监控 但是那个 因为它是 周边都是小巷子 王区很多 警方将破案的关键 放在了监控上 一方面 希望通过监控视频 查找到孩子的踪迹 另一方面 那个神秘的黑衣女子 也是需要 重点排查的一部分 那么 张大姐的孙女 究竟是一时贪玩跑远了 还是遇到了什么不测的 此时孩子还安全吗 警方通过调查了解到 张大姐和老伴 为人和善 夫妻俩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 从未与人发生过争执 在村里 两人口碑都很好 要说家里 与外人接触较多的 只有张大姐的儿子 张大姐的儿子说 和妻子结婚这些年 她对家庭 对孩子十分上心 只要有空闲 就待在家照顾孩子 与朋友的来往都非常少 而在生意上 也从来没有和别人 结仇结怨 如果说女儿的失踪 是有人蓄意谋害 她根本想不出 这究竟是谁干的 不过 就在她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张大姐儿子的微信上 警方发现 添加她好友的 这个女人 所使用的微信昵称叫爱妮 据张大姐的儿子回忆 对方添加她的时间 大概是在 事发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因为寻女心切 所以对于这个 如此热心的女人 她一度心存感激 于是当下就同意了 这个女人的好友申请 加了她以后 她就跟我说 你们不行吗 有线索了没 儿子找的怎么样 那我画个照片 那就是她看一下 你大概描述一下 她是个什么样子 她当时身高于这个 大概一米六五左右 穿着个黑色的头 女佣服 带着个帽子 带着个口罩 张大姐儿子的这番描述 瞬间引起了警方怀疑 结合之前 张大姐的那个 亲戚反映的情况 很显然啊 添加张大姐儿子 微信好友的这个女人 和那个曾在事发现场 不停徘徊的女人 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而在对照时间之后 警方还发现 这个神秘的黑衣女人 出现在现场的时间 是在中午一点半 到下午两点半之间 那么在孩子失踪之后 她频繁地出现在事发现场 她有什么目的吗 她和孩子的父亲之间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我这不认识她吗 此时在办案民警的心里 浮现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这个黑衣女子 很可能和孩子的失踪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张大姐的儿子 却坚称 她根本不认识 这个黑衣女人 在孩子失踪的现场 一个黑衣女人频繁出现 她不仅打听事件进展 而且还主动添加 孩子父亲的微信 她究竟是想热情帮忙 还是说另有企图呢 对于这个神秘的黑衣女人 警方一直在怀疑她的动机 除了孩子的父亲 和张大姐的一位亲戚 见过她之外 其他的村民 对这个黑衣女人 都是毫无印象的 那这个黑衣女人 究竟是谁呢 此时距离孩子失踪 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 警方分析 孩子身陷危险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 着急吧 啥情况都想过 就怕被坏人给拐跑了 主要就是怕这一点 天色越来越暗 气温越来越低 孩子一刻找不到 所有人的心 就都悬在半空放不下 正在张大姐一家 濒临崩溃的时候 一路侦查民警 发现了重要线索 在这个研判的过程中 我发现 有一个中年女子 骑着一辆摩托车 戴着口罩 穿一个黑色的羽绒服 戴着帽子 然后把这个 在添加会 案发地点 我们从视频上 跟踪 追踪 就没发现这个小孩 黑衣女子的突然出现 让张大姐一家人 瞬间又燃起了希望 可是在监控视频中 并没有孩子的身影 难道说 这个黑衣女人 果真是个热心人吗 案发现场 调取监控的这一路人 给我反馈回来的信息是 小孩失踪的那段时间 他走了 然后他又自己 独自一个人又返回来 这段时间他返回来 为什么要返回来 要干什么 而且那个时间段 就他一个人 出现在那个现场 之前警方了解到 村民们都不认识 这个黑衣女人 那么 如果只是过路人 她为何会两次 出现在孩子丢失的现场 还有 在张大姐的孙女 丢失的那段时间 只有她 恰巧出现在了现场 那么 她会不会见过孩子呢 眼下 尽快找到这个黑衣女人 或许能够给警方破案 带来线索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 摄像主持人 巨额勒索短信 让孩子家人 临近崩溃 恶意绑架 四岁女童 究竟是单人作案 还是团伙预谋 当时是认为 不可能一个年纪 经纪一个女的 去做这件事情 孩子最终能否脱离危险 神秘女子又究竟是谁 她应该是一个家庭公主 居住在我们本地 幼童失踪现场的 黑衣女人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刮过蔬菜 没少吃 没少吃 做习运动 都规律 都规律 为啥还便秘 为啥 这多是肠道干涨 肠动力不足 试试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一果一叶一黄旗 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 肠润滑 有动力 经常垫密 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19年 青仓 抄底 大简络 东阳红木工厂青操会 活动即将解数 百款签借 统统普及成本 大帅货 五六万的红木餐桌 几千块抢到手 十几万的红木沙发 两三万搬回家 东阳厂长 亲自到厂青货 每天特批不同爆款 底价限量抢购 钱就卖 一键不留 年度最强帅货力度 错过机会 不再有 11月30号晚6点前 赶紧来银子乔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因为放不下 堵在上下雪路上的车流 因为放不下 堵在社区门口的 盐防死守 因为放不下 堵在家中 行动不变的老人 疏通疏导疏解 志愿者们成为 不变的通路人 山西广播电视台 联合香丹青 及爱心工艺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畅快人生健康中国 关爱常伴 通向美好 公益活动 致敬每一个通路人 保障每一位志愿者 身体通畅 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 即日起 至11月30日 莫省凡患有 便秘困扰的中老年人 到以上药店 报名参与活动 即可免费领取 价值198元的 通畅以包一份 咨询电话 4008802755 相担心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花儿满三季 2022山西少儿春晚来了 土土生威 专属于全省少年儿童 自己的春晚 花儿满三季 已成为家长朋友最新赖的 尚儿品牌栏目 2022山西少儿春晚 再度启航 好好好 来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哄血范畴 哄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古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哄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哄血 清血八味片祝您 哄血清 心脑好 猛齐清血八味片 花儿满三季 2022山西少儿春晚来了 鼻鼓声微 专属于全省少年儿童 自己的春晚 花儿满三季 将携手未来少年强 超级笑车 鼎鼎有名诗 山西少儿三大王牌栏目 为大家呈现 不能错过的 年度世界盛宴 八年用心牵手 品质历久弥新 花儿满三季 已成为家长朋友 最新来的少儿品牌栏目 2022山西少儿春晚 再度启航 久坐久站 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 腰疼腿疼腰脆酸痛 陈礼济 输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脆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输筋健腰丸 对证 在张大姐的孙女失踪的当天中午 一个黑衣女人分别在中午11点半和1点半这两个时间点出现在了事发现场 然而由于存在监控盲区 黑衣女人在这两段监控视频当中消失之后啊 便无影无踪了 线索再次不断 而就在这个时候 孩子的父亲啊 意外地收到了这个黑衣女人发来的微信 想要找到你家孩子吗 我有个办法 我认识一些人 就是那方面的人 可以帮你找 但是吧 得有力 用不用 他是说 我帮你 要线索 意思是 别人报仇了 意思是 要给钱了 意思是那会儿都跟我说 先有一万 他是个中间 他有一万 他们也有十万 那会儿特别抽筋 他想出了口 给你钱 那边就有十万 有二十万 他要了嘛 他钱再次差 没了 这一块没了 就是那里 输给你 这上 这条微信 让张大姐一家 既紧张又激动 虽然 对方要求巨额赎金 但是最起码 有了孩子的线索 可得知消息的民警 心里很清楚 孩子 遭遇了绑架 而且对方是早有预谋的 这不禁让民警担心 绑匪处心几率 很可能是穷凶极恶之毒 眼下 孩子已经失足五个小时了 会不会已经遭遇不测了呢 此时 张大姐一家早都乱了阵脚 一心只想着 听从对方安排 而对方随后发来的微信 更是把张家人吓得丢了魂 你也别欧了 他们知道你家在哪了 你要是还报警的话 孩子们就会不去 然后 这个人就发 发来了自己的手法码 我给他转了一千 然后那个门上转了一千 我在拍这个 给我拍一个 男家的照片 我确定一下 是不是很安全 拍了一个家的安全 看到对方发来的照片 确定孩子安然无恙 张大姐一家人总算是安心了一点 可民警的心理却并不踏实 万一这张照片是绑匪提前拍摄的 那么孩子现在是否安全 还是无法保证 于是警方向张大姐的儿子提议 要求对方当下拍摄孩子的一段视频 或者一条生意 之后才会继续赚钱 眼下 无论这个黑衣女人是何身份 孩子的安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很快 在市区两级公安通力协作下 黑衣女人的身份暴露了 这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女性 年龄在30岁左右 警方了解到 这个黑衣女人姓王 那么这个王姓女子和孩子的家庭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又是什么原因 让她对一个4岁的小女孩下手呢 确定这名女子的身份之后 警方统一对事发当天 同一时间段的城区路面监控 以及个人监控展开了一排场 终于在半个小时之后取得了进行 她抱着小女孩从她单约门出来之后 我们看见箱子她 确实她抱着箱子她 失踪6个小时的孩子终于现身了 这个情况让所有民警都很兴奋 可是随之而来的还有担忧 从王某某最后出现过的那条巷子出去 道路四通八达 环境十分复杂 孩子究竟被她放到了什么地方 此时孩子又是否安全呢 然后我们上去的时候 她家住在17层 然后我们就是说是 电梯到了17层 一开门 这个女的就在电梯门口 等电梯要出门 然后我们就练出来了 她就说一两个屋的样子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事情 通过比对 之前王某某给孩子父亲 发过的那张孩子照片 警方确认 这里就是王某某藏匿过孩子的地方 警方找到了王某某的两部手机 其中一部手机登陆的微信号 就是与孩子父亲联系的那个微信号 并且手机上还保存着收款记录 她最后讲清楚了 她残匿小女孩的地点 那个三层小楼下面有个地下室 警方调查核实后 有些意外的发现 整个案件 军事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一人所为 并无其他痛苦 那么年纪轻轻的她 究竟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意思就是她在那个手机上面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向警方交代 近两年 她在家闲来无事 便痴迷上了网络赌博 结果 不仅输光了自己的积蓄 还把母亲辛辛苦苦攒了钱 也赔了进去 为了尽快弥补这个窟窿 她竟然动了绑架勒索的念头 经警方核实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早在一个星期前 就在网上搜索 怎样使用安眠药的剂量等信息 并且提前准备了安眠药 交代纸等作案工具 案发当天 她在回家路上 随机选择了张大景的孙女 作为绑架对象 并实施犯罪 之后 想方设法接近孩子的家人 添加了微信索要赎金 如今 虽然孩子被成功解救 但是 这件事情 给孩子造成的伤害 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犯罪嫌疑人 王某某的所作所为 不仅给张大姐一家留下的阴影 而且 也破碎了自己的家庭 伤害了自己的孩子 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因涉嫌绑架罪 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 最终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必将为自己的自私和贪婪 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这里呢 我们要给吕良警方点个赞 他们的快速反应 快速部署 也是成功解救孩子的关键 同时警方也提示大家 遇到类似危险 不管对方怎么威胁 都要第一时间报警 想用破财免灾的方式来化解 其实呢 并不妥当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以为在走失24个小时之后 才可以报警 其实呢 这是不对的 如果发现孩子失踪 无需等待24个小时 只要发现异常情况 就得立刻报警 时间那是非常宝贵的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 摄像主持人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 摄像主持人 承建广告 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